如果有外星人在宇宙某处考察地球 一定会收集一份《地球文明未解报告》 里面记录着荒野中的孤独人类各种迷惑行为大赏 在峡谷里垒石头,在沙漠里燃烧雕像 用颜料染遍荒山 而作为地球人,如果你还不知道我们在践行的是一项浪漫的大地艺术 那你可要看仔细了 嘿,这里是DingLab宇宙电台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新大地艺术 百度词条对大地艺术的解释十分绕口 最早的形式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建筑遗址 埃及金字塔 其实复杂,多元的大地艺术拆解开来就是三点 自然元素与场所感 土地、山谷、江海、公共建筑作为画布 土壤、岩石、金属、冰块以及各种植被和水源作为材料 场地的特殊性直接影响艺术家对主题的表现 创作环境有时就是整个作品的Killing Path 例如Robert Smithson为他的作品挑选了受到自然灾害破坏的场域 在此基础上创作 展现了大地重生的概念 地球能量 在大型项目中 艺术家一般会选择将其作品结构暴露于自然元素中 虽借用了地球的磅礴气场 但作品的产生和生命都是短暂的 最终瓦解作品的能量也在艺术家的控制之外 取之于自然 回归于自然 先锋意识 大部分大地艺术作品都生存于艺术馆体系之外 他们几乎不能被普通观众到现场欣赏 接受 因此 他的目的是纯粹地回归艺术的仪式感 拒绝传统画廊和博物馆空间界定了的艺术实践 也拒绝了这些场所所赋予艺术的商品地位 无论是宁静之远的人造地景 还是像火人节一样疯狂地燃烧盛宴 传统的大地艺术都更容易被界定为一场大型户外装置艺术展 或是行为艺术 但现代语境里 新大地艺术早已悄无声息地卷入设计之中 除了编辑大地 我们更多的是把大自然作为设计界一块无尽灵感的情绪版 Photography 摄影师捕捉定格大地机理 图像语言描摹广袤星球的多维韵律 Visual Design 设计师们提取自然元素 无论是平面中富有呼吸感的极简线条 还是三维世界的柔软材质 都唤醒着我们最纯净之欲的联想体验 清静自然是本能 我们会为一个充气盆栽买单 会为北欧风着迷 这些设计带我们走进梦想森林 New Media Art 新媒体艺术在《声光电的沉浸影像》中描绘自然故事 还原灵性原始的朴素美好 Installation Art 如果你喜欢逛新瑞买手店 你会发现可持续已经成为了所有大牌都在追求的生活态度 艺术家们用环境友好材料引领可持续时尚 用视觉装置警示环境灾难 打破你环境上早的鸵鸟幻想 自然从被提炼抽象的审美工具 变成了设计创意的关怀目的 设计师们通过潮流美感和具象感受 将环保这项人类宏大命题轻松地植入我们的观念之中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道必达题中 我们探索着 也期待着 用艺术设计 点亮每个人心中环保的光 请讲准备